好,我們看看裡面 已經形成了,算很快 而且雪糕很夠凝固 這個咖啡味的雪糕 好像夏天的燒暑良品 Hello,大家好,我是Amae 今天很熱,我們在家製作雪糕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很喜歡在家製作雪糕? 很多朋友都喜歡 因為在家製作雪糕可能便宜一點 第二就是可以製作特別的口味 可以自己調校 第三就是可以選擇更加健康的材料 沒有那麼高脂,可以選低脂奶 今天我就製作咖啡雪糕給自己 但也不下糖 我找到食譜是不用下糖 然後就可以下脫脂奶去做 我也很心急 我今天用的雪糕機是這個 不是很大部,很小的 加上攪拌棍也是這麼大的 這是一個蓋子,我也很喜歡 你做好雪糕之後 你還可以把它儲存 做完之後就放在雪箱 要做這個雪糕是不困難的 只需要把這個蛋 這個杯的蛋 它裏面可以有些溶液 令它冷一點 雪一晚,雪六個小時至十二個小時 我現在已經冷了 我先放在一旁 要趁它夠冷的時候做 然後充滿電 竅門是什麼呢 就是自己找材料上網 可以搜尋的 大門就是把東西混在一起 才好把一次倒進去 因為它太冷了 這個杯杯 它太冷的時候 你很容易倒下咖啡 倒下奶的時候 它已經凝固了 所以雪糕就不太好吃了 這次的 recipe就是 Skin Milk 2湯匙 咖啡粉 我用即溶的咖啡粉 就是半湯匙 然後半湯匙水 再加150g的鮮奶油 首先我先做咖啡粉 我要半湯匙咖啡粉 這就是一湯匙 半湯匙咖啡粉 然後就半湯匙水 然後再加奶 奶是兩湯匙 我用了Skin Milk 已經不太肥了 想吃雪糕的話 也可以煮一些健康 兩湯匙奶 兩湯匙奶 然後把它拌勻 這是一個基本上咖啡味的奶 先把它融一下 再加150g 即是200g 差不多 然後把它拌勻 拌勻 其實無論你做 草莓雪糕 無論花生雪糕 或者牛油果雪糕 或火龍果雪糕 拌勻 拌勻 把材料拌勻 然後 倒進去 這個預先雪凍的杯子裡 倒進去 倒進去 然後把這個 有時槍的蓋子拌勻 之後 再把打磨的機器 擀上臉 接著我們就 長按 一個小時後 就馬上鮮製的 咖啡雪糕吃了 一個小時後 我們再看看 裡面的情況是怎樣 搞定了 它幾分鐘就搞定了 其實它的時間是約數 因為我發覺到 它自己攪拌 攪拌機 已經不能向前推 它就會停 所以它約20分鐘後 會停 停了之後 它很難開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 左搖右搖 左搖右搖 才可以將它 帶雪糕上來 好 我們看看裡面 已經形成了 算很快 而且雪糕很夠凝固 因為有時候 這個杯子 如果材料不夠冷 雪糕就不夠硬 就是這樣 先拿開這個蓋子 然後就可以把雪糕拌出來 還有很多在裡面 這個份量是一人份量 很多朋友都反映過 說不夠吃 如果你想再硬一點 現在這個軟雪糕的狀態 想再硬一點 你可以索性 做完之後 索性漿 去本來葉薯廁 有一個蓋子 拌好 然後整個雪糕 再放在雪箱裡 就會更硬一點 我現在先試味 好 先試一下 咖啡味 我沒有加糖 我就是想要這種感覺 你想要甜味加糖 OK 現在這個咖啡味的雪糕 好像夏天的一個燒暑良品 十幾百分鐘已經可以積製一個新鮮的 咖啡雪糕 這個咖啡機非常之 測試成功 咖啡 好